刀狼入住短视频平台 短短的时间里面粉丝量达到了1800多万 也就是说有1800万人点了他的头像 点了关注 但你知道他账号的头像是谁吗 很多人肯定以为那是他小时候的 其实那是他已经去世的哥哥的照片 前段时间刀狼翻唱了一首老歌《驼灵》 这首歌一发布 他哥哥的照片还有头像就出现在了视频当中 这首歌是刀狼正式的纪念哥哥的一首音乐作品 九月是每年的退伍季 所以在九月份发布一首和军人有关的 和思念缅怀自己哥哥有关的作品是相当的用心了 为什么刀狼对自己的哥哥如此的难以释怀呢 这些要追溯到37年前发生的一场意外 这也成了刀狼这一生最大的伤痛和悔恨 刀狼的哥哥比他大五岁 他们的父亲是一位文工团资深的舞台灯光师 母亲是一位舞蹈演员 他还有个表哥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家秦旺东 成长在这样的一个文艺世家 刀狼从小就受到了浓厚的音乐艺术氛围的熏陶 刀狼的父母从小在外面盲演出 很少回家 所以刀狼从小是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带大的 哥哥经常带着他住在舅舅家 和表哥一起玩 从表哥那里获得了最初的艺术启蒙 让刀狼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哥哥去当了兵 退役回到家里之后 更像是一个父亲一样管着刀狼带着刀狼 青春期的刀狼很叛逆 不服气 总跟哥哥对着干 或许哥哥的教育方式的确也过于严格和偏颇了 动不动就会打刀狼 这也就导致了兄弟俩经常因为小事引发争执 甚至是打起来 关系一直处得很僵 尽管如此 一旦刀狼被别人欺负了 那哥哥永远是第一个站出来保护弟弟的 但那个时候 刀狼根本不知道哥哥是真心为他好 只知道反抗 说话更是口无遮拦 也是因为刀狼的口无遮拦 酿成了自己一生无法平复的伤痛 刀狼十五岁那一年 哥哥交了一个女朋友 刀狼听说哥哥的女朋友有不少的前任男友 当他们争执的时候 吵架的时候 涂一时的口舌之快 他就跟哥哥说 你就是个戴绿帽子的 那时他哥哥也是二十出头血气方钢的年轻人 听到这话都快气死了 于是就又揍了刀狼一顿 天巧那天父母在家 父母就替刀狼去解围 哥哥就说 你看爸爸妈妈不分青红皂白 不分是非对错 就是袒护弟弟 一边被弟弟羞辱了 一边父母又拉偏价了 哥哥就赌气离家出走了 谁也没有想到 哥哥离家出走一周之后 有人敲开了刀狼的家门 父母以为是哥哥有消息了 谁知道传来的是哥哥因为车祸去世的恶号 妈妈每天哭成个泪人 一直开着家门 不许在关上说 怕大儿子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刀狼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久久无法释怀 他总觉得哥哥的离家出走 还有离世 自己都是有着难以推脱的责任 常常感到深深的自责 刀狼深陷在哥哥离世的自责和情绪之中 十五岁的刀狼那一夜之间成年了 他不再叛逆 变得沉默寡言 后来他决定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 为此他戴上鸭舌帽 开始了多年的漂泊流浪生活 由此也成就了这个影响一个时代的伟大音乐家